总有些朋友啊 一做炒糖浆或者熬糖赛的菜啊 它就蒙全 今天呢 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炒糖浆和熬糖赛 首先呢 咱们起锅啊 这个熬糖浆 炒糖赛啊 都有一个说法 这是散净 说什么净呢 锅净 水净 糖净 这个散样呢 都干净一点 比较杂质 首先呢 咱们往锅中加入一点底油 这个油呢 为的是啥 要这个油得倒热性 再一个呢 就是往进加点油啊 它更不容易粘锅边 然后呢 咱们趁着这个锅和油都没热呀 往锅中割成一点清水 这个清水呢 是让糖更好的融化 受热更均匀 尤其是使冰糖炒糖色 大家伙一定得放点水 要不外面炒成糖色 中间那糖嘎的还没花开呢 然后呢 咱们往锅中啊 搁上白糖 这个呢 炒多炒少 自己决定 然后呢 咱们整个过程中开中火 开始熬糖 顺着一个方向持续搅拌 然后呢 咱们让糖浆受热均匀 这个时候呢 大家伙不用着急 一门使劲搅拂它 时不时得搅拂几下子就行 开始的时候呢 冒大泡 这个时候呢 水分含的比较多 咱们呢 继续搅拌 这个时候呢 有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小笔记这个糖浆呢 入锅就是微黄 这是用啥呢 因为我底油使的是豆油 所以说呢 看糖浆啊 看颜色不是特别准确 有的时候说熬到香油色 也可能你使豆油的话啊 会耽误你这个判断 咱们啥时候呢 咱们必须得学会啊 一边看泡 一边听声 说听声可能不好学 但是泡啊 一定要学会 说这个泡呢 大泡的时候肯定熬糖浆 挂把死是不行的 咱们呢 继续熬它 一直把它熬到像湛水的 这个泡呢 有点像这个黄豆大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正好适合拔死 但是呢 咱们今天不做拔死菜 咱们不光要教大家伙拔死熬糖浆 还得教熬糖浆 所以呢 咱们在锅街子叫过它 这个时候锅一磨烟呢 挺多人就蒙圈 马上加水 说这个时候正好是当糖赛事 这个时候不行啊 大伙看了点 咱们这个颜色还稍微有点差点 啥时候呢 变成鸡血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刚刚好 咱们呢 准备点开水 要搁开水啊 它不捧搁凉水呢 它非常容易溅出去 凉水往进去倒的话啊 容易咕咚一下的一锅糖浆剩一半 然后呢 咱们开水加入锅中以后啊 别着急关火 咱们缓缓的呢 在锅中再给它熬个一分钟 半分钟的 这个时候有时可能得问说糖色多好 为啥还要在锅再熬个一分钟 半分钟的 这事的呢 为的是让糖色和水啊 融合的更加均匀 你要是不熬的一下子往处直接倒 那事的呢 容易分层 就是糖色在底下沉淀的 随在顶上 糖色呢 在底下浇黏 你快不动 这样的事的呢 咱们熬好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糖色从锅中到处 给它装到小盆中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伙啊 一次性的多熬一点 反正呢 以后做红烧菜啊 酱的肉啥的都能使 咱们呢 一次就给它做足它 这个晚上放好以后啊 密封保存 能放挺长时间 能长达好几个月 大家刚才看着这个盆中原有的糖色呢 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熬的 这一锅呢 在刚才那一锅之前 但是拍这一锅的时候啊 没开摄像机 笔记一天有点迷糊 但是这锅呢 重点的地方还都在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的 啥时候适合拔死 啥时候适合加水 你看看你心中有没有处 然后呢 咱们这一锅的做法 和刚才那一锅呀 完全一样 做法一样呢 效果也完全一样 大家伙呢 可以在家试一试 以后呢 做菜啊 可以参考一下的 视频最后人呢 笔记再多说一句 这个话呢 可能会让挺多 大师听着不打高兴 就是说这挺多人啊 说熬汤彩熬好 是不甜不苦的 这个纯属扯淡 熬好的汤彩呢 应该是微甜不苦 大家伙在家呢 就算熬到微甜微苦 这个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呢 大家伙标准呢 不用给自己定的太严格 好的 能看到这儿的呢 都是笔记的真爱粉啊 咱们这个时候呢 拿着一块白盘子 咱们看一看糖色这个效果 往盘子上一搭呢 看着比较直观 大伙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这个粘度 咱们加水的时候啊 千万别把水加了太多 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今天那个玩儿呢 也没法哇塞 咱们呢 直接散会吧